许多人既定印象认为退休年龄是65岁 然而,事实上不少人在退休后依然积极改变生活方式 甚至在学习或持续工作 65岁退休似乎成为了一种梦想 新退休年龄可能会是75岁 为何专家建议各国延迟退休? 民众又如何看待这种想法? 资深医药记者蒋志伟采访了几位民众 张先生认为 我觉得理想的退休年龄是75岁 王小姐则表示 65岁刚好可以退休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Michelle说 75岁因为我觉得 如果每天活得很快乐 退休时间可以再推迟 蒋志伟指出 随着医疗进步 人类寿命逐年增加 长寿拉高了退休的总费用 65岁退休成为梦想 新退休年龄可能是75岁 研究显示 延迟退休6个月 相当于在30年内额外节省1%的收入 且工作能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社会化和使命感是促进健康老化的关键因素 72岁的梁庚毅是国际知名生物统计学家 设计了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研究的统计方法 包括广义估计公事 即便从国立阳明大学校长和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上卸任 他依然在冯甲大学担任春雨讲座教授和校务顾问 推动全人教育 他认为在任何年龄都可以为社会做贡献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医学系教授彭丽宁表示 许多长辈在65岁后仍积极追梦和圆梦 向梁庚毅校长退休后积极提携后劲 是健康老化的典范 资深医药记者蒋志伟说 延迟退休的建议 是因为人在退化过程中需要内在能量的支持 中山医学大学副教授郭慈安补充道 内在能量包括身体操练 脑部刺激和社会人际交往 这样的老化才是成功的老化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医学系教授陈明翰表示 在一些退休经待遇好的国家 延迟退休较难实行 但在台湾还有很多讨论空间 尤其是特殊职业如研究人员和医事人员 郭慈安指出 随着人类平均寿命延长至80多岁 65岁退休几乎还有30年的工作时间 彭丽宁总结道 如果身体状况良好 可以在65岁后追求梦想 贡献所学 专家认为 人口高龄化和医疗技术进步 使人的寿命延长 持续有目标的生活 有助于保持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联系 减少退休后的孤独感 有助于保持人的心理健康和医疗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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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于保持人的心理健康和医疗技术进步